满清时代建立的 我向他们请教 英国唐人秘书的话 你们相不相信 他们不敢反对 但是也不敢相信 我这找到内行的 不是外行 这些学生教授 都是研究汉学的 用中国古籍 写波斯论文 我发现 他们是拿中国古典 当作一种历史 知识来研究 包括巴黎耶稣 那么跟唐人秘书讲的当然不一样 对于这个问题 他不敢回答我 我说你们很聪明 对唐恩秘书的话 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抱这样的态度 我换一句话 回答的时候 我说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赞同唐恩秘书说的 他有智慧 他没有看错 如跟佛 确实能帮助 我们解决现在是个问题 那么他说 孔孟修书 孔孟修书是什么 研究 传统文化人 应该能打得出来 孔子讲人 孟子讲义 孔孟修书是人义 今天社会上不仁不义 用仁义来对质有效 孔子之道 能与上说得好 夫子之道 忠书而已 就用忠书 孔孟修书 仁义忠书 这四个字 可以把今天世界 安稳下来 人是爱人 现在人不爱人 推极极人 想到自己 要想到别人 义 是其言动力 言语造作 或前或离或法 这叫义 忠 是把心放在当中 没有偏心 没有邪心 用心要忠正 正大光明 书 今天因为 普遍的宗教教育 丢了 传统教育也丢了 所以 很多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隐形 造了很多不善的罪 要饶恕他 不要再追究他 你追究他 他反抗啊 要原谅他 要饶恕他 佛经上说的好 欣人无知 不舍道的 无有余者 书无怪 我更会 你想人无人 未经许 遇到 未经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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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